比利時警方發佈了通緝的布魯塞爾機場爆炸案嫌疑人的新視頻 星期時公佈的法語和佛蘭亡語的錄像顯示了3月22日 比利時國際機場發生炸彈爆炸後的幾分鐘裏 第三名嫌疑人是如何逃脫的 這個人被媒體稱為戴帽的男子 地方媒體之前公佈的安全錄像顯示 這名頭戴帽身穿著淺色外套的男子在機場發生爆炸前 前無多久與自殺炸彈手易卜拉欣、巴克拉烏伊 與納吉姆、拉克勞利並肩走在一起 視頻中看到的這三名男子推著放有包裹的行李車